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新系列,见证人物志 第一期的主人公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马前卒 哎,做这一期视频,我真是查了非常多的资料,敲了我手都疼了 然后呢,因为这个内容太多,所以分成了上下两期 这第一期呢,就只谈马前卒本人的一个生平概况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首先,马前卒是谁 马前卒原名任冲号 笔名也有马前卒和马平 外号呢,也有这个马独公 还有这个秃头咪梦,海豹等等 他是一个著名的自媒体,时政评论者 近年来呢,以B站节目睡前消息而闻名 在国内的这个键盘政治领域 影响力可以说是位居头把交椅 那么回顾其人生平 马前卒在1981年9月份的时候 生于河北省承德的平权 他的父亲是一名司机 母亲则是英语老师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 视频中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网络公开查阅的资料 不涉及他的私人隐私 马前卒成长于大下岗时期的大院家庭 他小学就读于本镇的这个普通小学 而中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优异 优异就去县城读中学了 他初中阶段成绩优异 在97年他16岁高三的时候 参加过全国物理竞赛 获得了全省第六名 根据他本人的吹嘘 他是几乎是唯一一个仅凭自己的自学 然后考得如此好成绩的人 他高考时自称语文考了全线第一 高考成绩墙壁也是比较高 考入了同济大学土木专业 然后这里疑似他是通过旱改满的方式 获得了少数民族的加分 推测可能是加了五分 至于这五分究竟用上没有就不知道了 那么他旱改满的情况 据说是因为在成德地区 本身就有大量的满族人 然后他本人的父母 或者是祖上一辈 应该是既有汉族也有满族 然后他高中的时候成绩比较好 他的老师就让他们班里成绩比较好的学生 能改满族尽量改满族来获取一个加分 然后在2002年 他21岁的时候 从这个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 然后我们知道在 在可以说是从05年到15年吧 这是土木工程专业在国内最火的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这个非常风光 工资也很高 然后他毕业之后 在苏州市交通设计院 当一个工程师 这份工作很可能是他自己找的 因为当时他们学校 如果给他们分配工作的话 他是直接可以获得上海户口 但是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上海户口的重要性 所以说就是放弃了这些选择 据他本人在节目里透露 他当时应该就有一个月薪万元的水平 说是比他现在做自媒体工资还要高 在2007年9月的时候 他任苏州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公司西安分公司的负责人 09年的时候 是又换位置了 然后这段时间 他应该都是在苏州进行一个主要的工作 此外在00到10年之间 马前卒便已成了一个资深网民 他活跃于天涯 龙空 西西河 SC 北朝等论坛 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知名大V 因为他写了很多这个经济战略类的文章 所以说在建政圈尤为知名 他的人设是一个左派 而且是反民族主义的 在当时 国内的网络环境是自由派的天下 所以说 他在当时可能是属于一个极左的一个政治派别 可以说是非常少见了 然后他每在一个论坛 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因为其强大的文章输出能力 会吸引一大批粉丝 然后因为这个人总喜欢唱反调 然后频出暴论 然后会被围攻 有的时候 看他的人不爽的太多了 然后版主会出手 把他封号 然后说 您请换个地方吧 然后因为他的帖子经常写了一半 然后就没有然后 这个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之前写帖子断更 然后大家都说楼主太监了 就是因为这个太监是不完整的人 然后他这个帖子也是不完整的 所以这个帖子就叫太监贴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大明时期 这个东厂 就是太监 他这个东厂的首领被称为东厂掌印太监 或者叫厂工或者督工 所以说马全族就因此得名为马督工 然后因为这个输入法原因 大家可能也会打这个工人的工 反正都一个意思 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 SC论坛发起了这个 一个群体穿越小说 这就是著名的林高起名 被誉为这个 可以说是群川第一网文 然后马全族呢 凭借他当时在论坛里面的一个影响力 而且和对这个本书的贡献 就是因为这个大家每个人 你可以写出你自己的点子 或者说写一张写一节 然后因为他也参与了 所以成为这个500人穿越集团的这个四把手 人称马国务卿 当然后来这个重新选举改制之后 他可能会晋升为二把手 在书中他主要负责这个集团的工业 工业化规划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的集团战略 然后他有一个人设 就是沉迷于这个蒸汽朋克 然后搞这个大型的机械计算机 然后也是大概在这一时间段 然后他应该是结婚并且育有一子 然后在他这个今年一个新视频里面提到 他是一个江苏初三学生的父亲 这里有一件很著名的事 就是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 大致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 比较强硬的推行这个无神论 和一个汉人的文化 然后导致大量维吾尔人参与示威 最后演变成骚乱 那么这件事很多知乎用户的观点 就是应该信仰自由 不能强制推广无神论 但是马前卒写了一篇文章 认为这件事就是一个 普通的城市贫民骚动 然后甚至他在几年后 又写了一篇文章 也提到这个事 然后这就导致对马前卒的声讨非常多 也导致了这个知乎用户 道全子和他决裂 并且退出了林高启明 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 他曾参与编辑的一个小册子 刷盘子还是读书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 其实和马前卒的证件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他自己说这个 这个是求同存异 然后只是为了 因为他们也有一部分相合的部分 所以说他参与编辑了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 他当了这个新华社 一个杂志社的筹备部编辑 大概就是从这时候 他彻底是不干他这个土木老本行了 然后准备 从来到这个媒体行业发展 然后在12年的时候 他与另外三人合著的一本这个书 然后也出版了 这本书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然后2012年观察者网成立之后 他是最早的这个参与者之一 然后据说有一定的观察者网的股份 他此时是观察者网的新闻总编辑 然后马前卒自己专门强调 他是新闻总编辑 而不是总编辑 然后他也是这个微信公众号负责人 然后同时在这个11到18年期间 他也是这个观察者网的专栏作家 他的这个笔名叫马平 意思其实就是马前卒评论 那至于他本人为什么从一开始 这个网名就叫马前卒呢 那这个就只能问他本人了 这个取个网名 究竟是为了什么 别人都知道不了 是吧 然后也就是这时候 他加入观察者网的时候 很多这个之前论坛里面的见证网友 大家都都吐槽 这个大家都是来图一乐了 怎么就这个马前卒 能把这当饭吃 然后也也是这个 在12年知乎网成立之后 马前卒也是很早一批的 这个知乎用户 也是获得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他巅峰时期获得这个 462K的关注和2M的总赞同数 他的赞同数应该是 全知乎的第二名 仅次于非常有名的这个张公子 然后他有可以说是当时知乎 见证圈里面的半壁江山了 他也有一些个人特色 就是他的产量特别大 文章的长度特别惊人 然后动辄几万字 可以说很多人这个形容他的文章 就是又臭又长 而且总是这个 跑题 就是题目 他他写回答 总是想说他想说的东西 题目只是一个引子 然后总之要引到他自己想说的东西 最后就跟题目本身关系不大了 然后也是 这时候知乎的右派都称其为这个左派 当时有这个左翼点降度的 头几名 然后左派也不代言他 称其为行左时右 可以说是从左到右都不代言他 然后他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喜欢点赞反对他的回答 有的人认为这是他大度的表现 也有人觉得他 他这个点赞只是为了引流他的粉丝去爆破他 这个就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然后他喜欢拿工业化来解释问题 然后这个据其他的知乎网友称 他手下有工业党四大将 都是著名的工业党 也就是马天祖粉丝 然后在此阶段 他也写了非常多这个超长篇的这个文章 可以说是一般人是没耐心看完的 然后05年是写了这个 梁师原来在敌营 也是他的第一篇长篇 然后大义就是官僚资本集团出现了思想真空 因此这个积不择实 反正就是乱搞 然后同时还说 此时已与这个帝国主义没有区别了 然后11年的时候 这一篇是他最著名的文章 第一次是正剧 第二次是闹剧 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剧 然后这篇文章的大义 主要是说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 它是矛盾的 然后双方到底这个究竟是联合 还是斗争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2016年的时候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的政治正确 左翼社团的发展方向 他的意思就是左派整天喷他骂他修 然后说我不装了 我就是修 你们不要整天搞原教旨主义 死抱着那个那一套不放 然后18年的时候 他在观天下讲坛进行了长篇演讲 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 其中提到的比如说什么螺蛳粉 这种假装传统的食物 或者说那个中国人这种概念 其实都是这个近代随着工业化才出现的 总之就是我们要发展 要进步 要工业化 而不要传统 不要守旧 其他还有也有几篇 这个特别长的文章 可以说是 很少有人能全部看完了 然后在2018年 马前卒迎来了 可以说是对他打击非常大的一件事 那就是18年的11月 他的知乎账号被封禁了 其实到后来 也到现在为止 马前卒还是对他这个事情 表示耿耿于怀 毕竟他在知乎创作那么多年 很多文章他自己连辈分都没有 然后这个知乎给他一封 他作为一个这个自媒体人 可以说这个他的账号就是他的第二个生命 所以说这跟就是把他杀了一半 差不多 那么关于这件事的原因呢 其实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的就是在那两天 网信办删除了近万个自媒体账号 其中知乎大为不仅有马前卒 还有这个U film 还有这个常凯生 其实我当时他们几个我也都有看 在知乎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为的 但是他们全部都被封了 所以说这次不是针对你马前卒 只是在座的各位我都要封 那么第二个理论是当时前一段时间 他有一些文章是批判佛教 然后包括这个声称佛教本身 他这个平等就是虚假的 他其实也是一个等级制的一个东西 然后中间顺便炮轰了一个某佛学院 然后此后这个有一些这个佛教势力 就找上他说你这个 你这个就是破坏 破坏团结 然后要把你封禁 然后就出现了右下角这样一段对话 之后他又被封了 当然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 毕竟封号这个事谁也说不准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也是只能猜测 然后之后在2018年4月的时候 马前卒就创办了这个上海追光网络文化 这个传播有限公司 然后他自己也是法人 也就是正是这个公司 其后就是创立主持了这个税前消息 然后马前卒工作室呢 他是和观视频有一个合作关系的 但是后来好像是取消了 这个不确定 然后观视频呢 其实也是隶属于观察者网的 很多这个工作室成员也是跟马前卒一起从观察者网出来的 所以说这其中的关系还是很深的 可以值得一提的时候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 马前卒的知乎账号还没有被封 所以说他并不是被封了之后才来搞税前消息的 他是早有预谋 然后2019年5月的时候 马前卒的微博账号也被封了 这个原因我们就不清楚了 但是这可能是这个 也是逼迫马前卒寻求转变的一个稻草吧 也正是在两个月后 B站账号马前卒发表了第一步税前消息 然后之后在20年的时候 马前卒工作室可以说是这个为了工作室的工资 这个搞了各种扩大营业范围 比如说搞这个微信公众号 然后他自己也是在知乎和微博实现绘图转生 然后他的微博账号几乎只负责发布事前消息 并完全没有评论 然后知乎账号则是一改此前长篇大论 大论的风格 普遍采取几句话 加一张海报图片 或者说是干脆就直接阴阳怪气 因为他现在这个毕竟知乎 伤了他那么深 他也不愿意再为知乎做贡献了 而他现在的知乎账号 只是单纯为了他这个B站的工作室账号引流而已 所以说他也没必要长篇大论 然后在2020年7月的时候 他发布了这个独山线 怎么烧掉400亿 这个著名的著名的视频 成为了一个爆款视频 也获得很大的这个新闻界的一个关注 也获得了央视转发 然后之后就被B站下架了 然后22年的时候 工作室创建了账号小代陈独 一开始做了几个短视频 之类的进行试验 然后最后成熟之后 定型为这个参考消息 主要就是新闻介绍 加上一句话短评 这个短评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阴阳怪气 然后2022年4月的时候 睡前消息连续发了几个视频 炮轰以领摇曳 然后也是得到了我们著名的 这个王健林的公子 网络红人王思聪的转发 直接造成了一定股价大跌10% 市值蒸发近70亿 随后直接导致王思聪的账号被封禁了 说实话 这个其实我也是没想到的 毕竟王思聪在我们看来 还是有一定这个势力的 然后他竟然因为一定要业这个事情被封了 也是没有想到的 然后在23年的5月31日 也就是在一个月前 睡前消息被禁言 工作室自己说的是进行一段时间的放暑假 但是随后几天 知乎 微博 微信 账号 都陆续禁言了 这也证实 这并不是主动的放暑假 而是被迫不得不禁言了 那么关于这次放暑假事件 也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认为 这个是睡前消息之前 关于柳州地方债的视频 这次的视频 做实在太过火了 主动红线了 所以说就不说啥了 疯吧 然后第二个理论是因为 睡前消息之所以长期能在B站发表正论 而不被疯 就是因为他从关 他在观察者网的时候 就有这个国家的新闻执照 然后才允许你进行这个实证评论 但是这次牌照要不是到期了 要不是看你实在不顺眼 就把你撤了 然后导致这个节目无法继续 那么关于这个睡前消息的恢复时间呢 工作室之前疑似是木浩谷 说是最晚是八月下旬的时候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是几乎是无法恢复的 乐观的估计呢 就是像之前知乎被封之后 搞睡前消息一样 就是再次绘图转生 创建新的账号 那么不乐观 不悲观的估计呢 可能就是要彻底这个流亡油管了 那么这个最悲观的估计呢 就是马前卒可能本人这个人身安全 都将受到威胁 这个也就不好说了 那么这个上期 上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基本都是马前卒个人的一个情况介绍 也不涉及他个人的一个隐私 然后都是来自网络查询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指正 谢谢大家